DJI Mini 3 Pro 智能飞行功能 延时摄影 DJI Mini 3 Pro 拥有四种延时摄影模式 自由延时 轨迹延时 环绕延时 定向延时 四种模式对应不同的飞行轨迹和镜头角度变化 满足您在多种场景下的创作要求 构图时 请确保拍摄画面的前景与飞行器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利于减少画面抖动的情况出现 调整好构图后 点击进入延时摄影模式 自由延时 在自由延时的拍摄过程中 您可以任意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及云台抚扬角度 点击自由延时 设置拍摄间隔 视频时长 以及最大飞行速度 飞行器将自动计算拍摄所需的时长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即可开始拍摄 环绕延时 环绕延时是以拍摄目标为原型 环绕目标飞行并生成延时画面 点击环绕延时 设置拍摄间隔 视频时长 环绕飞行速度 以及环绕方向 框选拍摄目标后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在完成目标识别后 飞行器将自动测算飞行路径并开始拍摄 定向延时 定向延时模式下 锁定航向后 飞行器将以当前机头朝向为航线方向 框选拍摄目标后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机身将跟随目标转动进行拍摄 无论机头朝向如何 飞行器将沿着锁定方向实现飞行 若不框选拍摄目标 飞行器将沿着锁定的航向进行直线飞行 拍摄出完美的直线延时作品 轨迹延时 在轨迹延时模式下 飞行器可以根据预设好的拍摄场景 进行自动飞行并拍摄 点击轨迹延时 将飞行器飞到指定位置 改变飞行器偏航角及云台抚扬角度 来添加拍摄场景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飞行器将自动测算飞行路径并开始拍摄 设置取景点界面的左上方 为轨迹延时任务库 您可以在任务库内保存当前轨迹 也可以调用已保存的轨迹 在使用以往保存的轨迹时 请注意该轨迹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 拍摄结束后 飞行器将自动生成延时视频 您可以点击回发按钮 查看生成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